大家好,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3月20日的星期六下映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大马尔,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澳洲红枝饼,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纽西兰,波罗仔,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香煲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说一下,晚中期待 就是什么事呢 盐田十二门土,瞞着家人 逃走了,想着着草去台湾 谁知道打了个八甲砖,去到盐田 盐田都经历了一个小小的人生一个旅程 百多天的旅程,终于转转间 无故在国内坐了一段时间 其中有八个,可以说 接下来星期一就仍会出狱 在国内出狱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一计是有两尾 为什么呢 他们本来坐在香港那转就算了 是啊 是不是 他们本来在香港保释了,等着上庭受审 审完坐在香港那转就算了 你无端端又要给一笔钱,出来去坐那个由 邓启賢 邓启賢驾船的大飞 快艇去了国内,走了一转之后 潇洒走一回 即是你坐了国内版的牢 接着再回来香港 本来他们在外面可以跳跳跳的 因为给了钱保释 现在就惨了,扣起了他们当时那笔的保释金 不但还要再即时回到区压 再排期等他们的叫做正式的审讯 那有什么位呢 我们这班人蝕爆厂啊 是吧 最夸张的是之前有70万那个 曾毕师很关心的那个 家里有三只猫那个 没了资源 还要吃啊 是啊,没了这一笔之余呢 还要呢 又说什么什么望虎石啊 又说什么什么差的东西 很多啦 放弃球啦 放弃球啦 唱哈利努亚啦 什么都有 主能救啦 也都有啦 那又要说什么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啊 又说什么每时每刻都受着酷刑啊 有这样那样啊 会不会有些人传呢 接下来的那八个呢 其实已经不是他们来的 是复制的 是复制的 复制DNA的 是吧 有些人说这样那样啊 那个 什么三只猫呢 说到好像 黄伟賢的老婆 好像说到 已经是 他已经是未亡人那些 那样的 还有很多人 又是什么要save save12呀 用鬼你save吗 现在就回来咯 是咯 是吧 牛那些呢 就是那个叫什么猜羊牛 民间电台 曾建成的那个牛呢 还要整个档呢 放在铜锣湾呢 拿着 好像车头上那样 拿着save12在那里 叫人来捐钱啊 还是怎么样啊 接着有什么 教卡啊 做什么硬教教卡啊 到处拍一下他的照片啊 嗯 还有心意卡 放弃球啦 心意卡啦 又说要寄些什么 哇一大堆啊 差一点点 他不是叫中抽卡 是叫中抽水卡 抽水的卡 纯粹用来 是 抽水是钱啊 就是 赈水啊 他是那些啊 是啊 没错 轰轰轰那只 那好啦 其实又跟着有 又说什么酷刑啊 有这样那样啦 现在呢 来了 终于要回来了 翻了八件先 那我们回来呢 前市那里呢 我们暂时说到这里啦 后市呢 我觉得呢 就相当之过人 我们分开几个层面来说 第一个层面呢 就是关于 当时呢 帮他们呢 帮他们说到要生要死 拔刀仔吉大腿的 陈奥辉 朱海迪 周嘉诚 这三个人在哪呢 赤珠 或者荔枝角啦 没错啦 说到这么夸张的三个人呢 你说 哎呀 抵死啦 三个 我们觉得呢 他们的抵死呢 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更加抵死的是什么呢 这八个 去呀 有牌啦 记住啦 这三个人 不是 这三个人呢 将会呢 有机会啦 就会面对回 现在来回来的那八个 因为他们回来之后 他们不能够保释了嘛 没错 就要扔去拘押了嘛 就是接受警方的文化之后 还有那个健康的检查之后呢 就要扔去拘押了 咦 那很大机会和他们见面了 是吗 是不是应该抱着你抱头痛哭啊 啊 你们反来了 快点说多点给我听啊 你们在那里发生究竟是什么事啊 他们如果再说到有什么酷刑啊 还是怎么样 其实都挺难的 我就在想会不会透过这些什么 岑奥辉啊 周嘉诚或者朱海敌把口呢 说这十二 不是 来着这八个人呢 他们自己在 盐田的经历是怎么样啊 但是呢 我们记住了哦 那为什么不是由他们把口 透过他们的家属说出来呢 要透过你们几个呢 我们记住啊 到时呢 他们说什么呢 都不要相信住 当事人 都 为什么要透过他们把口透露呢 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疑问了 他们没有家人的吗 那些家人这么关心他 是吧 嗯 那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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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妍妈妈 嗯 他一月的时 他那时好像在接近一月尾 他还说他儿子呢 充满着一个正能量养啊 哈哈哈 那个过程也都很平常啊 还是怎么样啊 他还跟他妈妈说 等我回来啊 又说在香港见 还说隔着个屏幕 疼了几个 Goodbye kiss 是 是 那我们这儿呢 不要那么失望啊 是啊 一月尾的时候呢 即使呢 啊 他们很快就会平安回来啦 嗯 嗯 但是 这么说啊 就是 这一边箱就平安回来啦 那一边箱 经常为他们带奔走的周嘉诚 就进入去了哦 要不要探望他呢 你说那几个人 哦 不用的了 在里面会见到他的了 有一部分 哦 十二个一定 十二个一定会有点 不是 因为八个 一定有机会撞到 那究竟他里面就有什么谈咯 哦 就是你 啊 又说扔西瓜 又说什么定逆机 啊 原来你们说了这么多东西的 那里面那些家属就会爆回给你们听的了 哈哈哈 就是那些什么 什么雷达啦 希臘游船啦 是的 希臘那个货船 货船 所以 货船 货船 就是 例如像这些啊 什么 什么雷达啦 这些什么都有啊 什么人造卫星啊 有什么什么 什么都出齐啦 哎 什么车大炮什么都有啊 我们试想像一下 到时这些人呢 知道了这些东西呢 都挺好笑的 蛤 不是嘛 说得这么夸张 不如你说有UFO啊 不如好不好 蛤 人造卫星你都出买 你都神经病的这些人 我们还要留意一下哦 他们说得这么黑幕啊 又怎样呢 我们千万不要相信了 这一定是假的了 因为没理由的嘛 难道只有那个 你自然才这么正向正能量呢 那没理由其他这么差的啊 是不是呢 是啊 那这些方面我们就不需要相信了 另一方面了 有一部分人呢 就会开始更加害怕了 就是哪些呢 王国同 好好 我们试试想象一下吧 不应该想象 想象加上一些事实呢 我们就会得出更加多的答案 大家还记得呢 刚才大马sir说了啦 有两个呢 因为未成年的不获起诉啦 所以就还安排了他们 就是免费啊 给他们住那个叫做炎田看守所 都不是完全免费的 他们都有叫家人呢 每个月过数 150元给他们在上面买零食啊 王福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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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啦 那么他们两个呢 可能叫家人呢 过了一点点数给他们啦 买一些老干妈 在那儿拌饭吃也好 或者买了 买了 尿妈寄腐乳也好 什么都好 等自己可以吃得丰富一些啦 买回炸菜吃下 送下饭也不错 算不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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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可以啊 外面带钱进去 买些更好的东西吃 看来啊 内地的伙食啊 更加多选择啊 是不是啊 有弹性啊 有弹性啊 还好啊 是啊 好像内地摸鸡更疏肝那样 有麻辣汤也不行啊 哈哈哈哈 真是笑鬼死啊 那我们下一步就讲这个篤灰的问题啦 另一个层面就是啦 大家还记得呢 刚才大马sir所讲到那两位 谋病呢 回到来香港的时候呢 没多久啊 啊 就立刻呢 发生了 王国彤 连起 他在内呢 有成十 好像是十一个人啊 嗯 就滴了回去嘛 就是之前什么清謝就九件嘛 就是夹起前前后后呢 就已经二十件了 那 这两个呢 回到来的时候呢 大家还记得啦 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节目说过 岑奥辉啊 周嘉诚啊 那些还说派律师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不是怎么说话啊 哦 你看看 你精神这样的 又不说话呢 一定是受过酷刑 所以不说话 当然不跟你说啦 啊 我转了做会点证人 所以不说咯 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有很合理的怀疑啊 那很快啦 就一网打 将这帮人呢 一网成禽 有一些好像都很不明白 究竟为什么会拘捕的人呢 都拘捕了啊 那当然啦 王国彤这些 扣起了他们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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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啊 这帮人呢 托捕了那么多呢 没有一个呢 说要捐给612的 喂 他们什么啊 他说 我赚少了一百万啊 到底是洩漾啊 其实不是洩漾 是少赚了一百万而已 啊 记得这个 李卓海人呢 哎呀 好惨啊 小市价一百万那么多啊 就是你啊 哎 通常都是这样的啦 你哭就哭 价格都高一点的 那 跟着 你卖的时候 又减了一点 一来一回 通常都是这样的啦 那所以有些人还说 余若微占卖一层楼嘛 喂 我也想这么占啊 有多少千万 多少千万的楼 可以去做交易 想着有钱 哇 哇 哇 好乱啊 好占啊 真的好惨啊 哎 哎 真是这个笑死了 那好了 我们继续说一下 嗯 暂时来说 那个王国彤呢 嘎嘎呢 相当硬啦 是吧 果然啊 硬看子啊 死口不承认啦 哎呀 我们律师呢 不做犯法的事的 哦 都不知道啊 找到几个地方都找不到些什么啊 都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啊 哦 不要紧要啊 如果你真的有协助过这十二门徒着草的话呢 然后呢 他们呢 他们回到来呢 就应该会爆大祸的了 究竟协助过这些什么呢 手机里面的讯息也好 甚至乎呢 一些不为人知的证据 甚至乎一些更第三波要拘捕的人呢 其实呢 我们都可以预示一下呢 甚至乎真的有这方面的行动呢 都不无道理的哦 是吧 还有啦 这些什么李宇軒啊 什么香港故事啊 那些还是怎样呢 看个小子啊 他更加多故事呢 会跟阿sir讲的 究竟他里面 当中有什么人呢 验田故事 在武州啊 验田故事 原本都是香港故事的嘛 验田故事 验田故事 钓鱼啊 等等等等 究竟 当晚的时候 啊 鄧启賢 和他们有什么法师号令呢 分开这八个人呢 慢慢问呢 到时呢 就会得出一些更加多的答案的啦 不过 我们另一个层面说呢 亦都有些隐忧的哦 那另一个隐忧就是呢 这八个人 会不会 已经 夹好了后宫呢 嗯 我们不可以爆了 大恩人铜叔出来的 难一点点啊 我认为 难一点啊 八个要夹起 难一点啊 是 是 铜叔间铺头 很多鸡腿啊 都养我们啊 很多鸡 鸡腿都很多 唉 不过阿彤 你想想吧 那就是他们呢 个个都 个底 厚到什么的 如果 笃灰能够做污点症 什么都好 没有爆出的证据 可以减刑啊 他们一定很开心的 反应啦 那你举个例子啦 这个叫做张晋库是什么事呢 2019年啊 12月8日 国际人权的大游行里面呢 就搜出的棒棒啦 和这个莲子啦 被控呢 就串谋有意图商人 无牌管有棒棒 和这个莲子罪啊 哇 你想想 两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 因为呢 是被扣了在内地嘛 已经发出了这个通緝令的啦 另外这个呢 有个叫张铭雨 也都是哦 21岁 你看看 21岁呀 你这样有什么位呢 跟刚才那个一样啦 应该可能 朋友来的 也都是搜到棒棒和莲子啦 罪名都是差不多的 还有这个呢 闫谦 就是21岁 他就读Ivy的 那他又是一样哦 同年同月同日哦 哇 串销三兄弟啊 都是人权 国际人权日大游行呢 都是手刀棒棒同年子啦 跟上面那两个都是一样的 那不是同 不是什么 兄弟不可以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是可以同年同日入育哦 大吉利是过你呀 一起入育好哦 烧王子 三个 三个 斩鸡头 什么鸡都可以 是 那跟着还有李子言 他妈说他很正能量的那个呢 他是参加2019年9月29日 全球反极拳带游行 被控告习警和暴动罪 哇 人生相当精彩啊 还有那个19岁郭子伦呢 都是暴动罪的 啊 啊 郑子豪啦 就18岁这个厉害了 啊 相当有前途啊 啊 手出啊 汽水榴弹蛋自然材料啦 避控呢 串谋 BBQ 啊 选委财物这些什么都好了 哇 你想想 整班那么猛料啊 如果呢 能够 说出来的话呢 老老实实 啊 如果阿sir将他们分开 叫做 文化的时候呢 就说 老老实实 说出来啦 知道你们呢 都可能 读过个故事的啦 其中一个爆了锅呢 你所乱说这些这样的东西呢 就只会令你罪加一等的而已 现在不是事必要你说 说出来呢 就说是程唐正宫 好了 接着开部电视给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李子言现在多开心 他说的 他咦 他只是不要播声 他什么都说出来的啦 你自己选择一下啦 咦 咦 这个不是李子言 这个是郭子豪啊 哦 哦 即使郭子豪 现在都说了真相出来的啦 那你还说不说啊 哈哈 啊 啊 那他说 那你不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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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那当然不会啦 踩你都傻啦 这些都是一个同囚困境里面之一的玩法来的啦 那说了出来呢 罪名呢 可能会轻点 判刑方面呢 可能会轻点 可能啊 记住 你尝不尝试一下 看看他们接着会怎样啦 那好了 我们今节呢 这几个层面呢 暂时分析到这里先 不如我们扭袋 星期一一起呢 再试一下发展究竟是怎样啦 好吗 其实都很幸的啦 因为呢 现在可能王国彤呢 好像还在逍遥快活那样 但是 扣已经 可能那个首证那里还差一点点 扣起了他们的旅游证件之后呢 等到这 刚刚好 这八个回来呢 爆料呢 好 将你们一博素 多谢大家 拜拜 到时剪头发 拜拜 入到监独展 剪短个周庭啊 好 拜拜 拜拜